我們在一項長期 在名氣上主播王叔雷 就在網路上 有很多朋友跟連續粉絲團的朋友 同時可能有詞騙一團 利用他過去跟新鄉模樣棒手 合作的愛心意願團購 來對社會家進行詞騙 原本有幾次教授兩三位 沒想到一直到會報 有越來越多社會家都接到詞騙點位 才讓王叔雷跟模樣棒手發表事情很嚴重 主要是心疼粉絲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樣的一個愛心活動 大家都是希望能夠幫助弱勢 那沒有想到因為不法分子 利用這樣的一個愛心的活動 去進行詐騙 那就很擔心粉絲會不小心受騙 其實這個活動在三四個月以前 已經結束了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這個活動了 但是他就用這個活動去做詐騙 像洪龍馬上在網路上 進行經濟通締以及印本出席 雖然很久都沒有團出有人受騙 但是洪龍馬上是暫時關掉 模樣棒工手的購物網站 並已經報警彼岸 上次來找找 到底是哪一個部分 可能寫了消費者的資料來進行調查 那我覺得也還好是因為在第一時間 梅子夢工廠他們也做了非常激進 這樣的一個預防 然後甚至告示這樣的動作 那同時在昨天雖然是假期 但是梅子夢工廠也都有加班 然後也有針對消費者 或者是粉絲打來的電話都一一的 有跟他們做說明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會希望就是說把傷害降到最低 我們就馬上報警 我們就報分級的偵察隊 馬上來跟我們協助 還有我們也打電話到 165反詐騙集團跟他做通報 那另外就是在我們的網站 我們也各位網站先把它關閉 另外在我們的網站 我們把它秀出說 目前有詐騙集團利用 讓新一鄉農會梅子夢工廠的名譽 在做詐騙的行為 所以有遊客的話 這個就要提醒注意 景峰也表示 這次詐騙的電話中 最明顯的就是來電給馬頭前 會顯示這麼好 而且這次詐騙混組 也都是說到大陸Q 他們出貨有賓獎 真正要來提高警戒 以免受騙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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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宏 佛杜